- 大家好! - 大家好! - 大家好! - 今天要講的是 - 之前會員區大家也還蠻想聽的 - 職場案例教學 - 日本職場 - 大家都覺得我抱他腿 - 覺得抱上司大腿的大人 - 對! - 不明就不是喔 - 他們為甚麼這樣覺得? 因為我跟上層 比如說我跟我這一個部門的最上層的人關係很好 然後大家會說他真的愛你或什麼的 我沒有覺得 蛤 可是你看就是表示說 在日本的人際關係上 大家都很在乎上面的人愛不愛你 對 他就想愛不愛你不重要 我真的從來都沒有一天希望他愛我 對 我只是很正常的活著 對 我真的要說我把人當人看 我只是看著他然後我跟他正常的交流 對 可是很多人就是沒有正常交流 不然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啊上次我就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他們太在意那個關係性之後 反而會搞砸 對把人當人看 就是我覺得有人就是他還是會有一種 就是有一點後來微微諾諾那種 然後其實我覺得大部分上次都很談的那個態度 他會覺得 欸我又不是你的什麼人 你不要這樣 的那種感覺 所以下午的話我就是會盡量的很 Flatto的跟他們交流 對 上次的認為就是有人 雖然他悲公去襲 可是人家叫他做的事情他就會一直 硬碎硬擠 很愛頂嘴 大部分的跟你爸都這樣 可是我不是我會跟Flatto的討論事情 但是他叫做的事情我也沒有 我覺得好 做 就是之前那個Ethan他也講過 他很羨慕就是 因為我換了兩次工作嘛 然後我所有的公司到現在都關係很好 但其實我並沒有很希望他們愛我 或怎麼樣 就是正常的去做事 這樣講起來我也沒有樹敌耶 或者是說因為重要的人沒有樹敌啦 那些中間的小卡 不要惹到中間就是算了 完全不要惹到中間 對 所以他們所謂的抱大腿是說 他們覺得上面可能有幾個重要的人很喜歡我 或是我跟一些比較大家認識的人都認識 可是 這個 這不就是很正常嗎 不是正常的人不是應該這麼做嗎 我就覺得你為什麼不做呢 還是說因為他們 他們 對啊 他們都在幹嘛 我怎麼知道 那只是內心想著為什麼不來愛我 可是我覺得就是這些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必須要在某一個領域是有成果的嗎 首先是要有一點小成果 對啊 然後可能就是如果你一直在想說 我要怎麼抱這個上次的大腿的時候 可能就是在工作上可能也沒有什麼樹立什麼 然後我覺得就是 你展現成果是在工作的就是 大家都看得見的那個方式 而不是說你自己去說嘴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會自己說嘴 所以上司會很討厭的人 對對對 對 就是會一直在那邊啊 譬如說我做什麼事啊 然後我很頑張ってる啊 然後 大家都很頑張ってる 所以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他們沒有抓到上司想要的重點 對啊 就我覺得其實 不用抱大腿 你只要不要太在意他到底怎麼想你就好了 真的 我有另外一個上司他就有跟我說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沒有真的貢獻到他非常多 然後我就說啊其實我沒什麼在做事 然後他就說 可是你讓我覺得我不負擔 那才說也是他的心靈捕捉 類似啊 喔對你剛剛講就是有一些小成果 其實上司是會去推你這個人的嘛 那所以我就可能比如說 我就會去推到一些認識很多人的場合 在那個場合之後 我就會比較發揮一些就是社交之術 因為其實我覺得大家會是興趣相投的 就如果你是真的有想法 然後你對自己的業界跟自己的公司 本來就有想法 彈著彈著就會合得來 對啊 所以才會造成就是好像很多人覺得說 欸我怎麼跟前面那些人那些人那些人 沒有啊就是蠻聊得來的啊 對可是你看他把你推到那個場合去的時候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 比如說他就發言 或者就是不去認識人 那樣就等於是你就浪費了一次機會 像你比如說我不是去研修過嗎 然後研修過那種都是你知道就是公司要推的人嗎 然後那時候其實也是 就是先讓我去一個出差 然後就剛好跟一群很大咖的人 就是吃了晚餐之後 他們隔一天要跟外國人吃飯 然後就因為我剛好就是 欸發現我其實很有社交性 然後又還蠻好笑的 然後又會講英文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 啊你隔天要不要來 欸其實我很緊張 因為我就是一個呸呸 我就是一個很小的人 然後我 然後我 我還第一次出差 然後結果後來就叫到一個 他就是已經很忙囉 然後還要在中間抽空 好像去一間餐廳之類 然後他也什麼都沒說 他就說你就來 然後我也沒有任何電話 我超緊張的 我就坐那邊 還好有遇到然後就直接進去 然後就又相談生還這樣子 就是後來那個那些偉大的人就說 啊那你要不要去 能夠把握機會吧 我覺得 即使有點怕怕也還是要 對啊就是 然後他們還覺得我很 我那個 我還蠻歐物就是 不怕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 雀腸這樣 沒有其實我內心很壞 非常壞 可是就是 忍住 我感覺 人身為李家人 身為台灣人 你不能輸在這裡 你的那個那一口氣 然後你又不是被嚇大的 就這樣一直鼓勵自己 對啊 其實我是很抓的 對啊 你知道日本人他們都 薪水又不變高 對 評價也沒有很明顯啊 然後評價也沒有 他們不會把他的那個差別 弄得看得很清楚 對對對 然後評價也沒有說 就是跟你的薪水 有掛鉤啊 所以就是 其實蠻容易混混喝 我覺得當然也沒有不好啊 但我自己就會覺得說 那會失去 你原本可以變得那麼好 那你 卻就是覺得這樣就好 就算了 你就永遠沒有辦法遇到 那個更好的自己嘛 所以我自己後來覺得就是 你要有一個 就是你要想去的地方 或是想大概 當一個怎麼樣的人 你可以不要是那個級別 可是你會想說 那你以後可能要做 類似這樣的工作什麼的 那會對自己比較有一個服務 不然你就永遠 就覺得 現在這邊 其實你做事跟補作事其實也不會 差很多 對 那這樣其實就很 我自己是覺得 我會覺得無聊 這個我之前也跟Edan討論過 因為我們都是會覺得無聊的 對 就是 我一定要有那個learning curve 就是你做一件新鮮的事的時候 一開始很那個 很不會 然後有電話就爬到一個 欸好像 欸好像 好像緩了 對 對 然後就一直做同樣的事情 在同樣的level 就會一直覺得很無聊 然後可是他就說 其實大部分的日本 他之前去跟他高中同學值班 然後就覺得 他們就是一直非常嚮往那種 非常平穩的 而且他們已經在 就是比較刺激的業界 都是比如說廣告啊 出版啊 可是他們都會覺得就是 就是他們寧願做熟悉的 比如說熟悉的商財啊 熟悉的客戶啊 然後用熟悉的團隊啊 去做一些熟悉的事情 然後結果通常都是可以遇見的 他們就會覺得那樣是一個很舒服的狀態 大部分的 就是在日本的這個社會下 看這些人都是優秀的 所以你就看說 連這些人都是這個樣子 你就很難去 覺得這個國家會有很大的進步 而且有可能是在同期中 他們不太喜歡表現出野心 就是一個獨工器之術 就是不想要說自己是那個有野心的人 然後會覺得說要說說自己都都是最下面最好 什麼才比較帥氣 嗯 我覺得其實 有 這個 感覺 但確實 蠻不想要做一些 超過自己現在範圍的事情 會覺得累累這樣 對 他們很容易累累 對 會累累 然後最後 因為他們其實領了薪水也還蠻好的嘛 然後就會開始往什麼 就是個人興趣去發展 大家都有一個迷思 就你覺得工作是要認真 然後要想 是不是有挫折 可是不是人際關係也是啊 人際關係也是要努力 人際關係也是要想的 人際關係也是要有策略啦 那你如果原本 只是期望他一定會很平順 不可能 遇到好人 不可能 對啊 都會有一些奇怪的 對啊 你想想看 這世界上這個 一款米真的養到太多種人了 所以 我覺得那 對啊遇到鬼的時候 你就把他當戀鬼 大吉嘛 對啊 然後如果真的不行 我覺得反正就是 可以彈一聲 蠻特別大家彈一聲 對不對 或是去休息一下 也覺得沒有問題 好 好 掰掰 我覺得你好正喔